我每天的这个祷告的时间是很长的,我个人来说 但是如果对于起初要来学习这个祷告的人来说 他不一定要马上像我这样去做 因为首先在时间上很多人不允许 还有一方面,如果起初开始操练的时候 不一定马上就有神的感动和童杀 那个过程是很艰难的 那我在经历到现在这样一个成 我觉得现在我的祷告是一个成熟模式了 这是已经成熟的一个形式了 所以我想讲一下现在我祷告的状态和我现在祷告的过程 那我每天有大约三个小时左右的祷告 那我这三个小时祷告的里面的时候 我在祷告的过程当中 我自我感觉它是分成三个层次的 就像我每天领受启示一样,也是三个层次的 那么还有,它也像跟天堂一样,也是三个层次的 而且每一个层次都是和神的关系是不同的 那我在第一个小时里面祷告的时候 首先,我想讲,在操练等候这个祷告的时候 我没有,就是以前会借助很多的音乐呀 或者是默想圣经呀 但是现在呢,我的祷告是完全不借助任何辅助工具 只是我用心灵的意念来祷告 这个用心灵的意念祷告是很重要的 因为当我们用头脑去思想是怎样祷告的时候的时候 那个祷告就在我,我掌权的里面 那个祷告就在我掌权的里面 我每一天如果,如果我们每一天祷告的时候 是用思想想,就跪下来的时候就想我应该怎么祷告的时候 那你的思想活动很多的时候 你就很干扰你的心灵去亲近神 所以我祷告的时候就会让我的这个头脑的思想安静下来 然后我用心灵去跟神祷告 就像,其实举个例子 比如说,我很想我的儿子这句话 我用我的声音表达出,我很想我的儿子 这是一个话语 如果你用心灵和意念去祷告的时候 你跟心里想,我想我的儿子 用心里去想这句话 我就是想让你知道这种心灵的意念祷告是什么样的一种感受 你嘴上和头脑里面可以说,我想我的儿子 可是你不说话,你的头脑这个地方,你的思想这个地方是安静下来的时候 你用心灵去想这个事情,我想我的儿子 你就能明白,用心灵意念是怎么去和神祷告的 有很多人觉得等候神就是闭上眼睛,安静下来 然后剩下来不知道应该做什么了 因为没有人会告诉他里面在发生什么 没有人会很细节的告诉你 到那个时候里面,你的心里面应该做什么 圣经上说,你没有用心灵来敬拜神 那心灵这个部分是很重要的 当我们以前的祷告都像,就像对神一顿说 一直在不停的说 而神在那里面是接受我们很多很多的话语 可是你知道那个过程你是主动的 神是被动的 神只是被动的在那里面 然后你不停的把你的思想,你的想法,你的话语,你需要的,一切的,全都交给神 但是等候,他首先就是要调整这个 你是被动的,神是主动的 你是被动的,因为这个时候你要学会 我们都知道要舍己 其实祷告本身就是一个舍己的过程 它本身就是一个舍己的过程 就是一个你放下自己,让神来掌权的过程 那这个就是一个很深的自我的操练 就是一个生命的操练 那等候的时候,不一定非要追求什么感觉 追求多大的圣灵的浇灌 而是单单的有一个心态 如果你想等候神,一定要在心态上面有一个正确的 这是很重要的 我的心态就是,我摆上我自己 我用心灵,随着圣灵的感动去祷告 不是我用头脑计划我要祷告什么内容 而是心灵里面关注的,然后一点一点的表达出来 是用心灵和神去祷告 所以我的第一个小时的祷告的时候 是用心灵和神祷告 在这一个小时左右的事情里面 也可能会有很多思想的意念浮现出来 比如说昨天我们去吃火锅了 这个事情可能在我和神心里面去想亲近神的时候 它就会在我脑海里面出来 就是因为当人一安静下来的时候 那么思想里面很多事情就像浮现出来了 都在脑海里面浮现出来 那么就打断你里面和神亲近的祷告 那我可能正在亲近神的时候 我突然想到了昨天我看了一个新闻 因为我为什么要这样讲 因为很多人在操练这个祷告的时候 最大的困难就在这个地方 就是他面对他想要安静下来的时候 却有很多很多的思想冒出来 使他没有办法定睛在主的身上 所以这是很多人走进等候神祷告中最艰难的部分 那我一定要把这个部分去分享一下 如何去处理这个事情 那我等候神的时候呢 我也会有这种情况 因为我没有达到完全的每一天24个小时 都完全进到神的同在的里面 所以我也会有很多生活的事情 但是当我早晨的时候 跪下来等候的时候 第一个小时的里面 就会有一个思想意念的战场 就像交战一样 就像打仗一样 在这个小时我会竭力的用我的心灵意念去亲亲神 那可能正在我心里面想跟神祷告的时候 主啊 我心里面常常祷告的内容都是这样 比如说今天早上我就会想 主啊我要和你和一 像你和天父那样和一 因为神我要和你和一 我的灵要和你的灵和一 所以还有天父啊 让我更爱你 给我更深的渴慕 我要更深的渴慕 还有比如说 神的我不满足于每一天 只有这三个小时的时间是和你有这么深的关系 而其他的时间却做别的事情 我很希望每天有更多的时间能够与你亲近 更多的时间与你相交 更多的时间与你合一 但是我在那个时候我也希望 你能够对我讲话 让我随时随地的和你同行 这是我很渴慕的事情 所以我是讲心灵层面的祷告的时候 不是关注肉体的需要 不是关注物质的需要 而是让我们的生命更靠近神 你所祷告的内容不再是关心你家庭的需要生活的需要 而是去关心神的需要 关心生命的需要 所以那一个小时我的祷告的中心内容都是帮助我的生命靠近神的 这个过程的里面就会有很多思想的意念出来 就是一些我生活中的事情 我看到的一些杂念就会从思想里面出来 那这个时候就会六号 就是会打断我这样心灵和神亲近的祷告 那我会怎么处理它呢 当我意识到我在六号的时候 我就会马上把我的思想焦点转向神 有的人会怎么样 他会竭力的控制自己 不去想其他以外任何的东西 就是有的人会竭力的控制自己 就专注在神的身上 那我也不完全赞同这种做法 为什么 因为当你去亲近神的时候 你会突然冒出来一个你曾经看过电视剧的画面 那这个情况会怎么样 那你我的想法就是 那好我转向神可以了 我不会有自责的 有很多人到这时候就会很自责 哎呀又打断了 我要更亲近神 然后就会面对这种情况的时候 就会有一种自责 或者是竭力的克制自己 不要去想 我不是这样的 如果我的意念浮现出来了 我就把它交给神 那有一天我去问神 我说神呢 为什么每一天祷告都要花这么多的时间 浪费在那些属地的事情上面呢 每一天我的时间很宝贵 我多希望这三个小时的时候 都完全合身与合一 而不是将时间浪费在那些属地的思想里面 你就想到今天我要做什么事情啊 孩子们一定要做 这样子做什么事 我不想把精力浪费在那个上面 你对我说 这是一个倒垃圾的过程 因为 当然也不能说 你就顺着所有的那些思想应验 你就放任它 不是放任它 而是当它出来的时候 说明它在你的里面是一个垃圾 是个垃圾碎片 就像一个垃圾桶 那个垃圾碎片浮出来了 那好我把它捡去 但我没有很深 我为什么要有这个垃圾碎片 我不要停留在那个里面 那它既然出来了 我就把它拿起来 放一边可以 我继续清醒神 那如果你长期的操练等候神的时候 你会发现 你这样的时间就会越来越少 就是与这种属地的意念交战的时间 就会越来越少了 你就能够越来越清醒神 你里面就越来越清醒 但是对于起初这样参与祷告的人来说 他一跪下来安静 全都放下来 等候神的时候 那他自己里面的五股杂粮 那些所有的垃圾就会全部都冒出来 那这个过程 就很多人灰心了 很多人都灰心了 说 那祷告 这也没有神 里面都是这自己的想法出来了 怎么办 其实 那我也经过那个过程走过来的 但是我最感谢神的是 神没有让我在那个时刻放弃 因为那个是一个经过祭坛被炼净的过程 那祭坛的火出来炼净你的时候 你里面所有的杂质都要被被倒出来 那我在等候神这几年的里面 我就很深的感受到 就像一杯水 平时的时候里面也有很多沙子 但是它是沉浸 那个泥浆啊 都是和水分开了 它是沉在杯子的底部 但是当你等候神的时候 当你完全亲近神的时候 神的荣耀就要进来 神的同在也要进来 神更要做的就是更新你的生命 那么他就会把这杯水搅动起来 当他搅动神的时候 那些杂质就会出来 当杂质出来的时候 你就看到一个 你心中所埋藏的很多的黑暗 垃圾破口 就全都浮现出来了 那在这个过程的里面怎么办 那就是当我看到它了 我就交给神 我不去自责我自己 不要把你的时间浪费在 自责的上面 或者是拒绝这些东西的上面 因为当你拒绝它的时候 说明你已经把你的焦点 从神的地方转移到你的垃圾上面 我不去去竭力的屏蔽这些东西 你竭力的去拒绝这些意念 不要让它出来 因为当我竭力的去拒绝这些意念的时候 我的注意力就已经转移了 我就从神的身上 转移到我自己的身上来了 所以这样的祷告就开始偏离神的中心 那你也没有办法更靠近神了 你就会陷到那些垃圾堆里面 所以我的做法就是 当你一开始操练的时候 当你一开始这样等候的时候 当你进到这个状态的里面的时候 你就很平静的 任由它飞过 然后之后把它交给神 我继续仰望神 当它飞过 这些意念飞过的时候 当它飞过 我溜泡了的时候 比如说我突然 我正在想神 不知道什么时候 我已经想别的事情上了 那我意识到 我已经想到别的事情上 好我回来 可以了 我不会说 还要浪费了这么多时间 去想那个事情 没有关系 我继续仰望神 我就认平自己在这个里面 我不是完全认平 我就是这样的做 因为我不想去控制 有的姊妹和我交通说 那我等候神的时候很累了 我说你为什么累啊 他说我就控制自己 不要去想别的事情 所以我就觉得我 我祷告一个小时后 我就晕了 就有点迷惑了 我说一定 你一定会迷惑他 我说如果你的思想的经历 那么的 你的神经绷得那么紧 你都在极力的控制自己 我说如果我一个小时 我就会晕倒 所以呢 我的意思是说 都会有这种情况 当这种情况出现的时候 就是这样处理的方式 把焦点放在神的身上 那垃圾出来的时候 交给神 减去 我不要把我的精力 放在这个垃圾堆当 那么我们的里面 神就是不断练进的过程 我们的生命也是不断被炼进的过程 那当火经过的时候 一定会有垃圾出来 可是当有一个时间点 当我祷告的时候 我发现是有一个时间点 可以突破的 就是好像神允许那样一段时间 在取劳的里面 那个过程 第一个小时祷告 对于很多人是这种取劳 就是辛苦的 就是像在那劳动一样 因为那个过程里面 你感受不到神 更多的是里面的垃圾在挣扎 然后你的心灵意念 还要不断的去仰望神 亲戚神 所以这个过程是很辛苦的 那么第一个部分 我觉得它是取劳的 但是过了这个 好像上帝把握的那个时间点 我自我感觉 我每次祷告的时候就感受到 那么好像到了一个时间 这个时间结束了 突然之间就跃入到 另一个阶段的里面 那么当跃入到 另一个阶段的里面的时候 好像那些所有的信号啊 那些生意意念 包括我自己和神祷告 那个心灵的部分 全部都安静下来了 就是在第一个小时的里面 我还会和神去祷告的 我心里面还是在和神亲近的 像我刚才说的那一部分内容 可是到了那个时间点以后 我自己心里面的内容都停下来 我自己心里面也不祷告了 然后我的思想意念都安静下来 之后呢 一下子就好像我进到 另一个领域的里面一样 就很安静了 神的意念就开始进来 很自然很自然的流进来 他们很轻松的对你说 亲爱的宝贝早上好啊 我已经等候你很久了 我很渴望和你一起亲近神啊 我很渴望和你一起在这里等候啊 我很喜欢你每一天在这里仰望我 嗯 其实我祷告的时候 这三个小时都是跪着的 以前我也想过 这么久的祷告 可以不用跪着的 可以坐着呀 或者选择一个比较舒服的姿势 那我当我开始进入等候群 我其实一直都是跪着的 直到有一天我就想 我可以换一个姿势的时候 我就问神 我说我可以换一个姿势吗 我心里就有这个想法出来的时候 那我里面立刻有一个回应 他的回应就是 我很喜欢你敬前的姿势 他说我很喜欢你跪着那种 那种敬前的心 那我说神 我不要失去这种敬前的心 我其实跪着对我来说 已经没有任何问题了 我也不会腿麻呀 也不会身体不舒服 已经习惯了 因为已经这么多年 已经习惯了 所以神 我说好吧 我还是选择跪着来祷告吧 既然神你喜欢我这样更 觉得我这样做更敬前 那我也要更敬前的来爱你 然后那我就是每天都是这样跪着祷告 当到第二个小时的时候 那神就会这样对我讲了 他说我很喜欢你等候我呀 我美丽的孩子 你真的是全然美丽 你所有的一切在我看来都是那么的美丽 这是我讲的就是他 普通的一个对跟我对话的内容 就像打招呼一样 早上好啊 就是神起初的时候会有这样的意味 那我在这个时候会怎么做 我在这个时候我就觉得 诶那一个时刻 我突然觉得我好像就像一个投影的幕布一样 就是那个投影的幕布放在那里 我很安静很轻松的摆在那里 经过第一个小时的那个挣扎熬练 以及第一个小时和神的那个祷告 到这一个时刻所有的都可以放下了 所有的一切都可以放下了 而我就是很轻松的放在那里 神的意念就像水流一样自然的就流进来 然后就很轻松的在我的里面流 而我呢也像一个投影布一样 他就把那些意念投射在我的里面 我很清楚就知道主在对我说什么 但是如果这个时候 我如果突然有别的想法冒出来了 那么就会打断这个意念 就会打断神的这个涌流的这个意念的流 那么在这个过程的里面 那我会很快就把焦点转过来 还会转到神的里面 还是安心安静 然后好像我很留心在听一个人讲话的感觉 我的灵里面就是好像我在很留心 要听一个人对我说什么那种感受 那我就会还是会很安静的 用心灵很安静的 就像有一个人正准备和我说话 我很留意的听他要对我讲什么 就是那样一个灵里的状态 所以我就在那样的状态里面 很安静的很留意的去听 然后他的意念又会接下来 接上刚才断的地方继续对我讲 那么神会告诉我一些事情 那么在这个领域的聆听对我来说是 还是很浅的 就是不是很深的 那么这个里面 神有随着这个意念的涌流 在时间的一点点过去 他越往后的内容就会越深入 神越往后的内容就会越深入 那么在这个里面神会跟我讲真理 然后后来神会跟我讲一段我这段事情很困扰的 圣经上不开启的地方 那么神有的时候 我记得有的时候主会跟我讲摩西 摩西为什么要那个怎么样 然后最后讲摩西 或者跟我讲大卫 有的时候圣经上一段经文 在那一个时候突然被开启了 神就会告诉我 那个经文为什么那样说 它是什么真理 在那个阶段就感觉神在教导 主要是教导我在真理啊在生命 还有我关心的事情 比如说我关心哪一个人 神就会 我心里面很留意关心那个人 那么神很知道我心里所有的想法 每一个意念他都顾念 所以他就会照着我所担心的 或者我所关心的事情 回答我的疑虑 那比如说我会想我妈妈最近怎么样 主就会告诉我 你妈妈她是为什么会这样 或者有的时候我担心我的丈夫 主就会讲 你的丈夫做的事情 她会照出心中的眼睛来 她会将我丈夫没有用口来告诉我的事情 主会照着他心里所想的来告诉我 那样我就会很容易理解我丈夫有一些行为啊 的时候 所以这个层次的领受呢 都是还是关乎我的多一些 就是照着我的需要给我的多一些 那么这个时候也是和神关系很亲密 然后而且呢越讲了就越亲密 越到后来的时候神所讲的内容就越深 那会有启示也会有一些领域 比如说今天早上那时候神会讲 我为什么将宇宙的那个一些星系的奥秘开启给你 为什么 这也是我所关心的 我也在想我为什么要领受这个启示 这个启示对我来说有什么重要的作用吗 因为我就是即使知道了每个星球 它对我来说有什么影响吗 那么其实这也是我思想当中的一个疑虑 这个时候神就对我说你知道我为什么要将 星系的奥秘告诉你吗 我说我不知道 我心里面就有个回应 嗯我将我不知道 这个时候主就会接着回答我 说因为如果你没有那么大的启示 将来你就没有办法行出那么大的神迹来 你的神迹的那个权柄和能力的范畴 就不能达到一个很大 如果你的启示它是扩张你的权柄 你的启示是在那个宇宙和星球的那样一个层面的时候 它对于你来说是瑞玛 是瑞玛 现在你不知道 可是当你 因为你现在是领受的阶段 不是实行的阶段 所以当你领受的时候呢 它只能是在你的里面存放 可是当你需要用它的时候 它就会变成瑞玛出来 你的权柄就会扩张 所以你所行使的一定不会越过你所领受的 我就想 原来神就会解答我心中的疑问 所以这个层次里面 我的聆听神的声音的时候 多处是照着我的需要 和神看中我的缺乏来喂养我 来亲自教导我 我的感觉就是他 就像一个老师 在教导一个学生 那在学聆听神的声音的时候 有一个很重要的地方 就是很多人说 那你可以听到 我听不到 这个时候应该怎么办 这个问题有很多弟兄姊妹也和我交通过 其实我觉得 在起初操练这个聆听神的声音的这个问题 上面要有一个东西要注意 只是神也是这样的一个意念在我里面 是很突发性的放在我的里面 然后他就会出来 因为我已经很习惯去跟这个管道相接通 所以呢 那么神就可以继续的将更多更多要对我说的话流淌进来 我是想说 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都可以有聆听到神声音 因为这个声音不是用耳朵来听的 如果用耳朵来听 那样可能也会有 但是一生 人的一生可能只有那么几回 但是说 那么意念性的涌流到心灵里面 这个是很自然的事情 很自然的事情 而且很多弟兄姊妹其实都有经历 只是我们没有留意这个事情 那像现在 如果你要专心学习聆听神的声音的时候 而是要专心用你里面的心灵去留意 圣灵在你里面所放的那个感动 这个是关键 那当我学会聆听神的声音的起初的时候 神也会有一些话语意念出来 但是那都是很短暂的 那么很短暂的 很安慰我的话语啊 我的很需要的鼓励啊这样的 可是我就很注意到这个事情 我就留意到了 诶 我说神好像突然回答了我心中的一个问题 我就留意到它不是我自己想出来 在这个时候很多人都会想 是不是我自己想出来的 这个问题很多人都在问我 这个意念是不是我自己在想出来的 是不是我自己的想法 不是神的想法 那如何区分这个就是很关键的 如果是你自己的想法的话 那么你的想法一定是你逻辑推理思维出来的 那如果是神给你的话语和意念 你会很明显的感觉到 那个意念是好像插入进来的 就像你正在说话 突然有一个声音 有别人打断你的话语 他插进他的思想进到你的里面 你就会感受到 那你我是在讲 你如何区分你里面的这种意念 当神的意念和你的意念 你分不清的时候 你应该如何区分 哪个是神的意念 神的意念进来的时候是自发性的 就是他会突然间闪进过来的 没有经过你的酝酿 没有经过你的一个前面的思想 后面的推理 是突发性的就进来 而且你发现你根本没有 你自己如果是你自己 根本不会想到那个话语 是你的智慧里面没有的智慧 那么比如说当我和我的丈夫 发生矛盾的时候 我就那个时候在很气氛的里面 我就祷告神 那我去祷告的时候呢 神就突然让我想到说 那你的丈夫你知道他的头脑 因着车祸受过很严重的伤 你知道他的思维方式没有你快 也没有你聪明 也没有你敏锐 那你为什么还要和他生气呢 你如果和他生气的话 说明你的智慧和他的智慧是一样的 我觉得这个就是神用那样一个方式 说服我 因为这不是我 因为我在怒气的里面 我不会想着让自己去体贴他的想法 去理解他的那个难处 但是神会站在一个综合的角度里面 让我去体会他的感受 所以这个意念出来的时候 你很容易就区分到 这一定不是你自己想的 因为是你的当时的智慧 不是说是你以后的智慧 说你在当时那个环境的里面 是你智慧之外的智慧 而那个意念也很容易区分 就是它是突发性的在你里面就开始出来了 而且如果你留意到了 你就安静下来 把你的思想先放一放 你留意到这个意念进来的时候 你安静下来 去注意它还要说什么 就像你看了一个片 你看到一个画面 然后你就走过去了 那么你就没有办法看得更深入 看得更多 可是一旦你觉得这个很精彩 那么你就要留下来 看看继续要有还要有什么吗 也许神会会会对你说 也许就没有了 但是你这一个动作 你留意的这个动作 你长期培养自己的敏锐 其实就是培养自己灵力的敏锐 你长期去留意的时候 你会发现 你会开始听得越来越多 其实神不停地在向每一个人 发出他的爱的言语 那么我们就像一个收音机一样 我们每天都可以接受到神的信号 只是呢 我们这个收音机里面有很多的杂音 很多的噪音 所以不用不是说我们听不到神的 或者说有的时候确实是完全屏蔽的 屏蔽一切的信号 因为我们专 我们的专注力都是在我们自己的身上 或者在某一个痛苦的里面 某一个困难的里面 这样你就没有办法留意 可是如果你是一个敞开的亲密 当然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地方是 一定要将你里面的焦点 专注在神的身上 很多人在聆听神的声音上面 就会想 是不是魔鬼送的一念 是不是撒旦送的一念 那么 如果你留意着神的声音的时候 你的心态是正确的 这里面强调你的心态一定要正确 而且你的对准的焦点也一定要正确 你的焦点是不是要对准在神的身上 还是你心里面想的是神 其实你的关注是自己的 这个很重要 你要放下你自己 一个完全摆在祭坛上的亲密 他不会对神说 神啊 你怎么怎么把我吃掉 你怎么怎么你的火是如何领到我 他不会有自己的言语的 他只会放在那里 等候那么祭坛的火来烧他 他不会就已经被杀了 放在机台上还会跳起来说话的 其实等候神也是这样的 有很多时候 神就是训练我们一个完全的摆上 一个完全的降服 那么我们很不愿意做的就是 安静下来 去留意他的心思 去留意他的心态 我们谈恋爱的时候 或者我们在去和别人沟通的时候 其实对方都很需要我们去聆听他 去留意他 其实神也很 神不喜欢每一天只是 神也很希望我们去留意他的感受 去关注他的心里所想的 而不是每一天神在那里面 他只能做一个倾听者 而且是没有不许有任何反应的倾听者 我们只是不停的去祷告我们的需要 却没有感受到神的感受 感受到神的忧伤 感受到神的喜乐 那么所以聆听神的我回到聆听神的声音 这个话题的里面 所以在你聆听神的声音 这个心态是非常重要的 那有很多人说 那别的宗教也会有这样的静默 也会有这样的打坐 有这样的默想 冥想 但是他们的中心和我们的中心是不一样的 我们所关注的是全能的上帝 那圣经上说你们 秋鱼没有给你们石 秋饼没有给你们石头 所以就像我们寻求圣灵充满一样 很多人都说是不是神灵充满 因为你首先你寻求的是什么 你的焦点是什么 我的焦点是我要关注他 关注我的上帝 我要更爱耶稣 我的目的 我聆听的目的也要更了解他 然后让我更深的去爱他 让我越认识神 我就越爱神 所以聆听的目的并不一定是为了彰显自己 说看啊我多会聆听 我听到了多少多少神的话 这都不是目的 目的就是我就想去了解他 我更深的认识他的属性 他的爱是什么样的 他的怜悯是什么样的 他里面的那些性情所表达出的真理是什么 这是聆听的目的和你关注的焦点 还有你的心态 这是在你学习聆听的时候必须要留意的东西 如果这几点 你没有一个很好的谦定 聆听到后来的时候就是混乱 因为只有在这样一个很好的心态的里面的时候 你继续去聆听神的声音的时候 那么你分清楚自己的声音 仇里的声音 和神的声音 那么当你能够很容易分辨这三个声音的时候 这三种意念 我用声音来形容 是因为你的灵里面是有五官的 我们的灵人是有五官的 我们灵里也有听觉 也有就是说 也有眼睛可以看见 但是我是说声音 就是觉得我在那个意念进来的时候 就像我在听他说话一样的感觉 所以我用听他的声音来形容 很多人也说聆听神的声音 但是没有把这个细节讲出来 其实并不是用耳朵听 而是用心灵的耳朵听 你就感觉好像一个人在你旁边说了好多的话 你在倾听他 所以我用聆听神的声音 那当你能够容易分辨神的声音 自己的声音和某鬼的声音 在这个地方我还想查一句 就是在分辨这三个声音的时候 可以用更好的一个方法来区分 如果从仇敌来的意念 是很容易区分的 因为都是消极的 负面的 让你远离神的 因为仇敌的工作 就是要破坏你和神的关系 如果你聆听聆听的时候 你就进入到 你昨天犯了那个罪 你就停留到罪的控告里面的时候 你就要留意了 那个声音是让你 关注你自己 是让你进到你的 自我的里面的时候 那就让你消极远离神的时候 那就很容易明白 那我要回绝他 那我也有过这样的经历 但是是很少很少的 我如果进入到仇敌 可以嚼嚼到我 聆听神的声音的时候 都说明是我开始怀疑的时候 所以呢 聆听神的声音 不能怀疑的 但是说 那有很多人声音说 你要查验 总是要查验的 那你讲不能怀疑 这是不对的 但是怀疑和查验是两回事情 我们有很多时候 我们在竭力听神的声音的时候 可是呢 我们 声音 我们里面已经留意到 有一些意念出来的时候 我们就开始怀疑 是不是我自己的 其实你心里面 已经知道是神给你的意念 但你不愿意去相信这个事实 你总是去用理性去分辨 是不是我自己想出来了呢 或者是我在什么地方看到过呢 那当你去怀疑的时候 你就削弱了你的敏锐度 你下一次就没有勇气 接受更多 如果即使 我想举个例子 即使今天你聆听的东西 可能有一点点偏差 包括你领受完了一个信息 你发现到现实生活中 有一点点偏差 但是我鼓励你不要放弃 因为我们继续讲那个收音机 收音机是会有很多噪音的 因为我们每一天 接收到这个世界 很多垃圾的信息 很多媒体上那些负面的东西 还有生活中很多负面东西 所以这个收音机 在接收信号的时候 它自己本身就是一个 有很多嘈杂问题的收音机 但是当你越靠近神的时候 这些问题被处理的时候 你的里面越清 越清洁 那么当接收信号的时候 你自己回馈出来的时候 就能分辨得更清楚 所以这是问题的关键 所以我们的准确率 和我们聆听的准确率 是会随着我们 自己生命的清洁的程度而提升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